一放学,他们最开心 听真一点 不要以为回大陆 平时上学,讲什么话多点? 讲普通话 普通话多点 同学交流都是讲普通话 这个情况在新界很普遍 在街上是这样,在学校都一样 大埔这间小学,一班里面有一半学生的母语都是普通话 究竟香港开不开放宵夜公园的边缘土地? 学校鼓励学生讲广东话 不过你有你教,学生就有自己的沟通方式 我说了是普通话 你们三个,我安排蓝色的 来带 MUSIC 来到宿米的智园 就习惯了古通话之後,越语就不想讲 广东话这些很难学 有些因为读不准 有些会结巴 五年班的蕭正龍是跨境學童 他幼稚園開始已經在香港上學 不過過了這麼多年都不喜歡講廣東話 就算跟本地同學相處都未必要講廣東話 很重 帥 帥 你名字 你名字 你名字吧 大學了吧 普通話他們都升過之後 我們有一封講普通話之後 他們都跟我一起講普通話 香港的學生 他們玩的時候會學他們內地的用語 用普通話的口音 說得多 連母語是廣東話的他都這麼說 那你喜歡哪一種多點 普通話 為甚麼 不知道 我只講習慣了 我們班大部分人都喜歡講普通話 沒甚麼想 經常是聊天的時候講廣東話 那為甚麼要用普通話聊天啊 方便 方便 你又不是住在大陸的 我住在大陸 我住在大陸 我從大陸轉移過來 你不用練習嗎 其實校長跟你一樣 都是小時候移歸香港 校長的父母當時都不懂廣東話 我當時都是要逐個詞移會 去學 去聽 去死記 知道學校 我這些都是小數來的 如果我不講廣東話 我出去說別人是不明白的 時而世易 他說普通話在香港越來越普遍 令到現時跨境或新移民學生 學習廣東話的動力低了 聽說學生問我 為甚麼12月沒有 為甚麼你說話好像不太正 哎呀 哎呀 他說留意到無論母語是廣東話或普通話的學生 都有廣東話發音不準的問題 老師聽到會盡量糾正 也都會利用校園電視台 教學生廣東話和普通話詞彙的分別 女生的自動簽名單車試鎮 根據老師的說法 學生很多時會將廣東話的口語混雜了一些普通話 比較常見的情況 好像將巴士說成公交車 銀包說成錢包 我們去到外國讀書 我們都希望學懂那裡的語言 我去到英國都希望學好一些英文 來到香港 他是香港人 應該學好香港的本地語言 想學好廣東話 他就說這個方法最有效 看了兩個月 成多的 看了兩個月 多了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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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學懂廣東話了嗎 是呀 為甚麼 多了一個月 很好看 不要幫他們打廣告了 我就是要幫他們打廣告 來到天水圍 我們遇到另一班小學生 他們說喜歡講廣東話多些 不過學校用普通話教學 上課的時候不可以隨便說 上課就要說普通話 如果說廣東話會怎樣 會被人罵 就抄吧 不抄 我以後不說廣東話 我說廣東話超過三次就抄輸了 上課的時候 中文課 然後呢 說廣東話 被人打靠叉 媽媽我上課 然後抄輸 媽媽我上課 我們問過他們讀的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校長說學校政策 是鼓勵學生說普通話 不會用懲罰的方法 如果是 我猜可能是零星的老師的做法 但我想我們一定不會容許 我們的老師 因為這樣而罰學生 如果你說你有這樣的情況 我一定會跟我們的同事 做一個檢討 和說回清晰學校的理念 他們都想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學校一定要用普通話 因為政府是普通話 現在喜歡廣東話 還是普通話 自己喜歡廣東話 有線電視記者楊梁傑布道